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锅还能有啥特别味道啊 看看家 吃了东西 硬 硬 那不是地锅不都炖肉吗 肉 那肉不就是硬吗 比肉还硬 比肉还硬 地锅不都吃肉吗 还有比肉更硬的 味道还特别 有啥特别之处呢 美食大菜品 尝尝种不种 店不大 收拾得挺干净的 7.8分 人气挺旺 基本上坐满了 7.9分 皮鱼的眼疼 看班农的你只美好了 脉子你看眼帽 刚捋一台 脉子你只美好了 你仰不上都对不起 我一说 脱脱脱脱脱 您在两个鱼的驰肉 无花肉 菜鸡 筷骨 这是排骨是吧 对对对 我一看见你 我都把筷子都砸到这儿了 转门你只美一说 就给我预备着 大嘴 大嘴是吃肉的 这个地位在哪体现的 这都要体现的 包括感动牛 包括叉手骨 吃肉又没有点 他家这个排骨肉 还是挺紧实的 比较有嚼道的那种 上去很香 而且煮完之后 那里面肉里面多汁的 越嚼锅底的香味 就越能出来 香确实香 锅底的香味很浓郁 一点都不管 但还略带一点的麻辣 跑平八分 都开锅头有点吃 没电都得赖个市会把会 这多年了你先想想 尤其冬天 越到冬天 越香来吃 外头下入学得更好 哎呦 吃上短货是吧 如果是欠两件 他还能少底壳的时候 皮上货 炖出来这个香味 就跟黑老家的味道一样 鲜少五人 这整叉 你就是一家伙 就是吃行饭 胃一点就浅着一点了 所以起码就点乌衣食 我不说给他满粉吧 就点乌衣食 给他而是少皮带 百分之百 吃点那种乌衣 就给点猛猪出来 仅仅来点吃 这也有别的底部 我觉得这个很 味儿比较正 弄得反正更加香 要香一香 对 要香一香 多多在这吃过一次 让你听到这儿 初中都在这吃 你会这个垫子 有吃的 时间还挺长的 有特色 有那个秘质的那个料 你知道的 要香一些 这锅底浓郁的香 这锅底浓郁的香 除了边炒五花肉时 边炒出来的油香 以及加入大骨和鸡子熬制的高汤之外 还有炖排骨和鸡肉本身的鲜香 更为关键的就是这兄弟俩 店家秘制的两种调料 我们料是 有我们自己熬过的料油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 调制那种 就是蜜质的那种料油 也会加工一下 有的能说 有的不能说 你说几样能说的 说几样就是 像什么香菜啦 洋葱 然后大葱 像这些 还有甜菜什么的 里面大概有多少种 大概 七八种 七八种 对 根据自己的口味 地锅还有五香 微辣麻辣三种可选 而五花肉 排骨鸡子 这些都是吃地锅常见的搭配 首先品质还是挺新鲜的 八点二分 而且价格比较亲民 七点九分 那比这些肉还硬气的东西 究竟是啥呢 今天你们点的是几种肉 竹地 竹地 五花肉 排骨 还能 这家能夹猪蹄 这家能夹猪蹄 哇 竹地 排骨 五花肉 集 四啥 您一进来 点竹地 竹地 为啥吧 脚炎难卖 女士好吃 蛇没肉 知道吧 这个地瓜里夹猪蹄 都得不多 经典 夹竹地 就得经典 经典 这猪蹄 球炭 吃上去了脆的 对 球炭 因为他家这个底调里面 油大在加上炒肉之后 本身就是那种油香油香的 这猪蹄口感这种脆脆的 我觉得刚好 如果是特别软弯的那种 吃不过就会有点酥脆 有点腻了 糯了 糯了就是念抠 对对对 这地锅里炖猪蹄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别说 还真是比肉还硬 猪蹄提前要煮成八成熟 但并不加盐和卤料 然后直接放入锅里 用地锅的底料来给猪蹄入味 猪蹄的胶质感比较金弹 入味挺好 推荐您尝尝 八点二分 您以为就猪蹄一种硬吗 错了 在这里您最好来个地锅双脚 除了猪蹄再点上一份鸡爪 鸡爪经过汤汁的微炖 口感软烂脱骨 香味很透 入味很足 八分 吃地锅您都吃啥主食啊 玉米饼子 或者是最后下点面 而在这里吃地锅 这主食吃的就很有心意 刚吃上怎么都下面吗 好吃 而且这家面特别宽 跟咱平时下那个会面 那个表还不太一样 现在不太有味 这样有味 是生面条盖在肉上的 跟肉一起煮的 对 这样更有味 边比较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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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不吃这个面 等于没在这儿吃地锅 郑州这么多地锅多辣啊 反正湖面的很熟 基本上没有玩意 我都是没这样吃的 对对对对 没想法他这个唐人 我反正我感觉 我不是说 我说拿个筷子给他 拿个筷子 他说双脑感 把筷子带着吃啊 咸吃 咸吃 他弄完 他总不会有肉好吃吧 也不 他这个面上吧 洗包了这个糖的这个味道 我感觉啊 你吃了面 你不想吃我 哈哈哈哈 你吃了这我不行 你吃了这我不行 你吃了这我 这里面还不能煮着神肠嘛 没 那其实 其实啊这些锅啊 就是从这个面下了到现在 有半个小时了 都有半个小时啊 一层上面紧到不行 哇 这面 一瓶一瓶一瓶 这真是 这是裤带面 这都不是咱的烩面啊 那烩面没这么宽的 可以吃 自己尝尝 绝对没问题 这面真是筋啊 吸了这肉汤 真香 这宽宽的皮带面是生面坯 直接放入刚炒制好 加入高汤的各种肉和配菜的上面 一起再微制二十分钟 这种吃法是不是第一次见 面很宽 筋度很好 吸收了汤的香 而且酒煮不烂 好评八点二分 地锅吃完咱们门口 叨叨几句啊 他们家这个地锅 整体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 它这个料味确实比较香啊 你要说口味重吗 我个人口味也重啊 我吃着觉得正好 而且他家这个肉的品类还挺多的啊 最主要这个猪蹄 鸡爪一家 你看这感觉啊 确实比肉硬 里面带骨头的 当然啊 这个面少不了啊 这个面一定要提前要上 因为这个面是提前下的 面说实在的 跟肉啊 我觉得真的不差上下 整体来说 他家这个地锅呢 我觉得口味还是在线的 能打个八分 是个很好吃的地锅 欢迎收看小美食人小乐美食大测评唱唱种不种今天种种啊道员 今天肯定种 还可以啊 今天吃点什么 今天想给你弄个福利 给我弄不应该给粉丝观众弄福利吗 今天肯定啊 比你的福利表示比较高 按照大嘴的表示给 这养活都可以是吧 有肉有海鲜 没有 这听着口水都止不住了 那咱们直接去测测吧 走 饿了肚子疼啊 来 做点吃吧 咋样 咋样吃的感觉 味不错 味不错 好多 完全是环境好 整楼人的规矩不就是好路边摊吗 路边摊 对 是吧 随着能把那些店里面的烤鱼摊也给搬出来 那是 鱼新鲜不 鱼新鲜 紧到一点 它做了也如味了 下料比较多 对对对 煎煤的同时还要吃在地喝在地 这叫生活嘛 这是生活呀 是吧 秋天嘛秋风下饭 爽得很 吹着秋风喝着酒 没事来着整两口 对 对 您觉得十分的给几分 九分吧 不能给满分 你知道为啥 一分是因为我要吃嘛 哦 就您自己留着 对呀 给人家打九分 你要打十分的话 你自己那一分 跑了 姐 你是不是平常经常打麻将啊 是啊 十个子留一个子 对 你能把这吃饭这事给打麻将也可一块 是 是吧 你真是吧 我觉得太熟悉了 你 number one 你太悟性太高了 这家店主要卖的是烤鱼 门口已经坐满了人 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人气不错 八分 环境一般七点五分 除了烤鱼之外 他家还有一道菜 称得上是稀少罕见 你们这锅里好像不止烤鱼 199的套酸 然后烤鱼加上那个小海鲜 八爪鱼 八甲 鱿鱼还有那个 虾尾是吧 对虾尾 行这几样都属于咱夜市场 经常吃的这个 对对 主要是味道好吃 关键是烤鱼跟这些小海鲜放一块 它俩能搭一块吗 烤鱼出来这个汁 它刚好融到那个海鲜里面 我觉得更有味 您觉得十份能给一几份 我自己说啊 我给十份 得给十二份 给十二份 为什么呢 就是我一家 七天我吃了五天的烤鱼 一星期吃五天 那你也就是说 你周七天 你有五天没做饭 它这个您觉得是烤鱼好吃 还是小海鲜好吃 我可能更喜欢鱼 它这个鱼特别新鲜 都是线杀的这种活鱼 就是活鱼 对对对 我们来这边吃的 就是吃的一个放心 烤鱼用的是青江鱼 活鱼现鲨 一斤四十二块钱 有麻辣的 豆豉的 酸辣的 黑椒的 番茄的等七种口味 小海鲜烤鱼里面 除了烤鱼之外 还加的有八爪鱼 鱿鱿鱼等一些海鲜 身受食客们的喜爱 咋样吃的 非常好吃 哇塞这杯小乐嘛 是吧 你别让更帅啊你 这句话可以说那三遍 站一下 真的好帅 你离我近点呗 那你这我不敢积怨 你这吧 我还是在我们这个 男人帮里面比较合适 你们今天点的有点奇怪啊 对 烤鱼烤串 对他家这个烤串也好吃 烤鱼的话我们是经常过来吃 像他这个小海鲜烤鱼 应该是新上的 我们过来吃了两三次了 等于说这个烤串是放上去的 对对对对 桌子桌子有点小了 然后点了在这儿 这是一道菜 这是一道菜 对对对 我以为他是随锅出了 因为烤鱼里面是冻着了 你知道吗 这感觉是吧 他们家的烤串也挺好吃 那我问一个人间大实话 人间大实话 烤鱼跟小海鲜放一块 对 到底是烤鱼好吃还是小海鲜 妈呀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让我弟弟说 都好吃 一个味儿 改进得很 都对着 你发现了没 一说到那个什么 到底哪个不好吃了 弟弟你先来 他们家这个鱼 反正我吃的是肉比较Q弹 毕竟都是活鱼现杀了 就是活鱼 按对 小了要不要我给你弄个烤串 你尝尝 你看吧我都说了 包里生态特别好吃 都是一样的 推荐的是烤鱼和海鲜 然后给我卷的都是烤串 是吗 我也想吃这里面的呀 给你来个盘子吧 来 没事我们不要建议 不要建议 我的手很干净的 那咱就勉为其难 先吃两口碗吧 给我一个近距离 接触明星的机会 好吃不好吃 你说得劲不得劲 我已经吃完啥味了 解锅卷的我就觉得香 主要这个五花肉 也是现牵现穿的 跟那个半成品 口感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觉得肉片比较大 讲生菜来的话比较利口 对对对对 又爽又过瘾 然后也不腻是吧 怎么样 您点了啥味吧 这个是我们因为有不能吃辣的 我们要微辣的 那好了 一会咱们点个麻辣了 我才尝尝微辣了怎么样 麻辣了 给我个理由是吧 有一花做了个花刀 还真有点烤鱼的味 但是又跟咱们吃那种 平常捞汁啊 那种小炒的那种感觉 还不太一样 对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又测试 又加了一些麻辣的感觉 最后又出来这个 不能多说了 咱们回锅进去 走 好 谢谢啊 小海鲜烤鱼 在做法上很有讲究的 首先把鱼切成两半 放在烤箱里烤上五分钟 然后取出撒上孜然等待备用 再把油锅烧热 放入葱姜蒜 黄瓜 胡萝卜等一些配菜大火煸炒 然后再放入小海鲜 煸炒两分钟 最后把炒好的海鲜 铺在鱼上面就可以了 就是今天我们导演说针对啊 这一锅海鲜鱼肉配齐了哈 生菜是为了配肉吃的 今天我们点的是麻辣口了 就明显感觉辣椒 比我刚才在十个桌上吃的更多一点 这一锅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海鲜配的比较俗哈 小龙虾 然后鱿鱼八爪鱼花甲 就是都是咱们说的偏小类的海鲜哈 鱼来打底有点像咱们吃那炒鸡里面 这配着土豆一样 这烤鱼什么时候它的配菜也能这么硬啊是吧 来尝尝这鱼肉哈 鱼肉来说还是比较新鲜的哈 就是它没有完全散掉 而且我们刚才是开始加热来去加的话 就是如果一般是它是冻鱼的话 它的口感或者说它在锅里面本身是叨不起来 就容易散开了哈 这个鱼是比较新鲜的 烤鱼吧就是咱们说了平常那种正常的味道啊 就是说里面会撒一些自然的干料 再加上烤制的感觉 皮是焦焦的 整个鱼皮应该更精彩 因为它回锅了嘛 我觉得更期待的是这一桌里面的小海鲜 那先找个八爪鱼 这边处理的是比较干净的 你别说 它这个小海鲜还真有烤鱼的味 麻辣小龙虾的感觉 炒制一下放锅里哈 咕嘟咕嘟一下 烤鱼呢是烤了之后放到上面 加点套汁一微 这两个东西放一块 还都有那种烤的感觉 你知道吗 发点没有脱壳 味是比较俗的 鲜价比还是不错了 这一锅是一百九十九 加几个涮菜 整体啊 就是你吃烤鱼是烤鱼的味 但吃小海鲜也有烤鱼肉 我觉得味蕾上来说的话 它更香一点的 有那种烤制的感觉 鱼肉鲜嫩 坦坦的有嚼劲 鱼皮焦香可口 麻麻辣辣的 吃上一口很过野 一百九十九块钱一份 三斤左右的鱼 还有花甲 虾尾 八爪鱼等一些小海鲜 价格还是挺实惠的 七点九分 门高超商商两期大师 个人觉得海鲜跟烤鱼 放在一块并不稀奇 但是味道还不错 它家属于味道比较重的那种 价格也不贵 里面放了小海鲜和烤鱼 整个的分量也是比较足的 甭管你喜欢吃花甲还是小龙虾 整个味蕾上来说 我觉得刺激感是比较满足的 果然 罪鸽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 整体来说 这家店我觉得能给到一个七点八分 喜欢吃烤鱼的 不妨来一份加海鲜的呗 当然了 作为香香美食栏目的粉丝 今天还是有福利要送给大家的 会有前一百位的朋友 可以享受到价值二十九元的炒花甲一份 赶快拿起手机开抢吧 新店来尝鲜吃货不采雷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 我是孟涵 导演 你说今天我们跑了这么远的地方 天又这么黑了 你今天准备带我吃啥好吃的 今天带你找一个传统的美食 就是咱平常吃这样的东西 都在小吃店里 而且咱一般吃的东西 它就这么大 我今天带你吃的 它有这么大 你认真的吗 对 最主要的是 还能带你过足肉眼 那还等啥 肚子已经咕咕掉了 走吧 我们赶紧去看看 我看你们坐的这个位置啊 特别舒服 小风一吹 这个位置可得意 今天是朋友聚餐 这不是咱俩兄弟 俩兄弟一样了 这一块 我都给他们住的 就近是吧 他们天天晚上这 人都这么多吗 应该 我昨天听了朋友说的 人可多 所以说今天晚上回来 我们两个都离了很远 都劳动了 这其实比较靠难 你不会是从跟我们一样 大北黄过来的吧 你闹 吃了啥好吃的呀 不是 它那些自然比较带你 能给吃货带来快乐的美食 有很多 每个人心中都有最爱的一个 在这里 热气腾腾的砂锅 就是他们获取快乐的源泉 我们昨天都在这吃了 吃了个牛炸 昨天我们是我们三个 然后今天我们又把这个朋友 又喊过来 我说尝尝这个 又实惠又好吃 是五个朋友或者五六个朋友 弄一个锅或者两个锅 一百多块钱 也花不了多少钱 价格比较 就是比较实惠 你想去吃他这个火锅 这几个人 都在花个五六百六七百 你看我不是忘了那一块 一百多块钱 它的口感怎么样 很入味 特别这个不光肉 还有里边那个冬瓜 也不知道分明冬瓜萝卜 也特别入味 我旁边这个大哥一直在干饭 你好 我看你吃白骨吃的很多呀 这个来评价一下口感和味道 让我的筷子一碗告诉你 真带你 那在您心目当中 这两个只要推荐哪个 像老爷们儿来说吃排骨 像女生来说吃牛杂锅 砂锅的种类一共有六种 其中牛杂是食客们点单最多的 里面有牛肠牛肚牛舌牛蹄筋等 然后再搭配上一些冬瓜 萝卜的蔬菜 味道怎么样 味道挺好 最主要的还很食味 我们中午来吃的话 它现在不是有九块九的套餐吗 一人也就九块九了 九块九吃这么大一份 不不不 有那个小份的 我们中午一个人 基本上也顶着差不多有一半吧 其他人不行 你意思是他们这个砂锅 还有一个迷你版的 迷你版的对对对 你看这个砂锅往这一摆 顿时有一种亲切感的是不是 就咱们平时吃快餐的时候 那个砂锅里边 就各种什么莲姜啊 鸡块啊 你吃的这个里边都有什么呀 还有豬肉 然后有像这种豆芽呀 豆腐呀 冬瓜呀 就是鸭血类的 很多的东西 它一个说是单人餐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吃 应该是可以的 量挺不饿 反正也看不见 就剩汤了 你觉得你一个大男生 吃这一碗能吃饱吗 用它米饭是免费的 可以走下去 那正在等米饭 正在等米饭 米饭是卖完了吗 对 米饭已经卖完了 那我问一下 您觉得他们这儿的砂锅 跟平时我们吃的那种 也是十几块钱一份的 砂锅有什么不一样吗 味道比较很厚一点 它们吃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 特别入味了 已经特别入味了 就炖的特别烂 那如果让您结合味道口感和性价比 给这家店打个星的话 五颗星能给几箱 四星吧 雷星 雷星是因为米饭上太慢了 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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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桌的吗 不是不是 它自己都是自助的 自助的 那人家都去盛了 你不赶紧去盛一碗 对对 说话间的功夫都去盛了 我发现有一点大哥走了哈 他这里头都没有菜了 他还奔着人家的米饭去 难不成他要用这个汤 来泡米饭吃吗 有这么香吗 砂锅分为大锅小锅两种 小锅适合单人吃 大锅则又分为大份和小份 其中小份牛杂68元 大份牛杂88元 并且有免费的米饭 粥和小菜可以选择 这是小锅对吧 相对于这个小的它是大的 但它其实是一小份的牛杂 里边除了有一些牛杂之外 还有一些配菜 所以整个看上去分量还是挺多的 是那种比较软嫩 带着一些弹牙的口感的 就整体来说它煮得非常的透 牛肠 牛肠也很好吃 也是那种筋筋软软很好嚼的 不是在嘴巴里感觉像嚼 像皮筋一样嚼好久都嚼不动 厌不了很好吃 它的味道是属于那种香辣的 刚吃到嘴里的时候 那种咸香味还有它本身牛杂的香味 都会非常突出 后味会有一点点回辣 还是挺勾人的味蕾的 然后上面有一层油看着比较腻 但吃到嘴里其实不会觉得很油腻 牛杂处理得很干净 没有什么异味 而且经过提前煮制炖到锅里之后 吃起来很软烂如味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旁边这个小份的 这个也是非常实惠 我觉得这个酥肉比牛杂的块肉块可是大得多呀 看起来就非常的过瘾 酥肉的肉块很大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但是有一点它没有牛杂的味道浓厚香醇 比起牛杂锅来说 酥肉砂锅味道会更偏咸一些 所以更适合配着米饭吃 看几位在喝酒哈 我送你们一瓶啤酒注注信 来送上我们的金星1982元浆 是是是 以后继续跟着我们小小美食的主持人大卡美食 还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酒大师 精酿金星1982元浆送出的好啤酒 是是是 多给我们推荐好吃的 吃完了有话门口说 今天给大家打探的是一家地摊砂锅 是那种比较大的 然后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像鱼片啊牛杂啊酥肉这种 价格也不高 人气也比较旺 我觉得这个香辣的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比较推荐它的牛杂锅 然后牛杂的口感呢软嫩筋道 吃起来很不错 我觉得可能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它这个味道不错 但是没有让我有一种吃完之后很惊喜的感觉 最终我们给它打星3.6颗星感兴趣的朋友 附近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 新店来创新吃货不踩 下班了又肠给大家伙找神了 但今天 你现在带你惬意一回 惬意一回 咋个惬意法 有多惬意 炸热火锅 炸热火山上根 不是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啊 这不得坐火车给你吃 你猜对了就是在火车上 火车上 我一说 原来还真是个火车装修的主题 两边现在叫绿皮车厢 多有年代感 一进到店里 让人有一个时空穿越的错觉 复古的绿皮火车主题 灯光也显得很有年代感 其实挺新盈的 是不是好些年没坐过绿皮火车 那口锅在绿皮火车上吃着口锅 然后再唱着歌 挺好 都是在这找这感觉了 是吧 一下子拉回30年前 年代感一下子给体验出来了 可能老板的意思就是想在这让坐着吃饭 感受一下这个慢时光 是吧 把节奏降下来 这个东西关键是特别快不了 你吃串串 绿皮车不就是慢吗 绿皮车厢慢时光 咱今天吃火锅 戳戳火锅 看他这边这个 你看环境弄得特别不错 喜欢这种火车主题的 对对对 比较吸引他这边串比较便宜 那串五毛九 价钱这一方面 关键是他虽然低 我就担心他一个掐上那个肉很小 很少是吧 我觉得五毛九这个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我们平常去出去吃饭 完成是有着带家里面都有小孩嘛 他有电视 他一般来这儿他小孩吃两口都不想吃了 他能看电视 那你们今天做这个味儿不行 再坐那儿去吗 那放多辣片呢 可以看出一些小的细节 这老板在装修上还是花点心思啊 直客也难伺候 现在不仅要求味道啊 对环境啊各方面都也有也在挑 这更有这个沉浸式的感觉是吧 小个多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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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卡巴卡 之前吃过没怎么样 吃过吃过 味道好吃的辣椒 你们都吃过 对 糖尿感觉味道要咸一些 它这个辣味特别好 嗯 香很辣 它这个辣味很突出 特别好 辣味比较突出 而且特别香 是牛油锅底吗 还是牛油锅底 牛油锅底 嗯 啊 串串品种多不多 多多多多 挺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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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油哪两分 牛肉 对 嗯 那是腌过的吧 还是腌过的 腌过的是吧 腌的这个肉串都不错 它这个红椒 红椒鸡肉 红椒味 红椒味的都不错 串串五毛九 不过品质上也没有拉挂 食材还算新鲜 香菜牛肉 薄荷牛肉 葵香牛肉 泡椒牛肉 牛肉串串就有十多种 锅底有微辣 中辣 辣得跳三个辣度值 当然也有菌汤 番茄 三鲜 海鲜 也可以拼个圆圆锅 这么歉意的环境 咱今天就吃个串串 那必须不能 它家海鲜比较不错 你都能看到它的咸货 放到里边 它滑下菜太能量效 刚才这吃的家 火锅还有危险呢 对 它重要就是这个咸 火锅店可能搭配点海鲜 比较常见 但是卖串串 跟海鲜组合在一起的行 这不多 不多不多 这个是 刚才是 高端小费 低端小费 都硬喝了吧 对对对 超端一般就是 更接低气一些的 正好 鸡尾虾 清鲜 这种也不算鬼 那家海鲜的品种还挺多的 挺多了 主要是我请客 不想想大家吃 这国际团圆世界的 冬天给这儿 先要超点吃饱 海鲜最后意思意思 问一问 还能吃下不能 车压都散 在那吃了这个碎形 跟人家就是 都是记得了 劳动券一二十年了 来这儿就是 干脆找整个气氛了 回到我去 把那就是料理 料理些消瘦的事 你问这也真好 真好 咱家给他放个花瓶 这里的东西 感觉是好几合一 空拼的 都是糟残 那可疑快不得搭架的 这里的味道 据说都不采雷 我像满足这点 我自己要吃这个 就如果的时候就来卖 一定会吃 是吧 美食大测评 一家早餐店 这感觉 这味道 吃起来真的没负担 来这儿就是 干脆找整个气氛了 回到我去 把那就是料理一些 消瘦的事 你问这也真好 真好 人均能喝多少 像如果吃海鲜的话 人均的话 七八十吧 七八十 那不算贵啊 不算贵 这个海鲜拼盘四样是吧 有葱子 还有小鲍鱼 两片 但有一说一 这个拼盘挺秀珍的 因为我看到了 你们这旁边下去去 是吧 对对对 我看见都有蟹 这个 这是青蟹 我们每次来 都要吃的这个 缩子蟹还有青蟹 这是缩子蟹吧 对这是缩子蟹 小青蟹 然后还有这个 螺蛇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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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螺蛇蝦反正是 它是比较饱满 比较厚一点的 串串锅里吃海鲜 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 小青蟹 青蟹 锁子蟹 黄花鱼 螺蛇蝦 鸡尾蝦 生蚝 八头鲍鱼 撑子王 扇贝 海鲜的品类也是不少 不过海鲜的价格还是略高 采访中发现有不少值个 团购的海鲜拼盘 谢谢 不要紧张 你紧张弄的我也紧张 实话实说 是头一次吃还是之前吃过 我是第一次 它是第二次 今天它带你过来 对 是咋 它说好吃 你喜欢吃哪个锅底 今天只是个微辣就可以 一个微辣就把你打发 就可以 我看你们今天也点了 海鲜拼盘是吧 对 你们今天是个套餐吧 是的 套餐来的 套餐 100多 对 158 要吧 要吧 人均80块钱 够吃是吧 对对对 吃不完 它这个是新鲜的虾 你看它那边都是鲜活的 真的有海鲜 只能看到的 但是好多我看都没了 这个贵的都没了 这位虾还有 青蟹 青蟹还有一只 这只一定在给我留着 看到有鲍鱼 生蚝 这边还有摩世虾 淡水沐鱼 蝉子王 还行 还行 那咱们也赶紧来尝尝 这串串虎虎里的海鲜 今晚略显奢侈 感觉我这是 在火车的软包里面 就是绿皮车厢的VIP座 你知道吗 先 油碱入奢吧 毕竟油奢入简单 咱先说一下串啊 五毛多 咱就按六毛钱算吧 这个串上的肉量来说 我觉得还行 藤椒鸡 真的 这但凡啥东西加藤椒味 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那种藤椒特有 那种清香味 而且带点那种麻麻的那种感觉 他家里的藤椒味 特别明显 尝尝这嫩牛肉 这个锅底味还可以 不用蘸料吃 我觉得这个不管从咸淡口 还是这个麻麻味啊 我觉得都还行 嫩牛肉自如其名 确实嫩 而且口感还不错啊 而且能吃到牛肉香味 这个在其他别的串串店里 我没见过啊 中间插一根黄黄的 我们猜了半天 煮完之后 终于发现了 它确实是一根姜 一入口 这个味道的层次感 特别的鲜饼 首先是泡椒味 然后这个香的口感 然后那种肉筋筋的感觉 还可以 算是重口吧 过瘾过瘾过瘾 海鲜的鲜程度 不用说啊 这都是在海鲜池里面 都是新鲜的 就是他家这个 下味怎么说的 真的 这个串串算是地板价 但是他家海鲜 刚刚看看 不算便宜 咱尝个原汁原味啊 不蘸海鲜汁了 这爬头豹 是完 缩的有点小啊 口感没什么问题啊 海鲜这么容易就是吃个新鲜 只要新鲜啊 这东西 怎么煮 清水煮都好吃 哇 鲜子王 筋筋的 还有点脆口 海鲜还不错啊 看这个虾 哇 不蘸不要吃啊 特弹的口感很紧实 后味是有那虾肉那种 自带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这串串有了 海鲜有了 是不是少点啥 有好吃的 不能少喝的是吧 哎 金星一酒吧 跟着我们香香美食主持人 是美食打卡 您就有机会获得 由中国酱酒大师 送您这原浆啤酒 串串吃完 咱们门口叨叨几句 有史上来吃过的最豪华的串串啊 先说大家串串吧 这个品种挺多的 锅底味道还是在线的啊 要说单说串串的话 经验度不高 中规中矩 可以给个3.5啊 3.5星 但是他家有海鲜 这种东西就封建有几 海鲜的鲜程度不用说 都是活的 价格呢 稍稍有点贵啊 但是还在接收范围之内 我已经在这个店里吃上海鲜 是另外一种体验 再加上人家这个装修啊 很有特色 而且有电视 不仅能够沉浸式的感受 绿批火车的感觉 最关键啊 带上小朋友真的啊 给他放个动画片 瞬间安静了 大人终于可以安心吃顿饭了 我觉得这倒挺贴心的 整体来说啊 这家店我觉得能给到3.7 是没问题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之美食大测评 好猪不猪 大刀上 对 是老板 你也讲了 是老板 早上你不然吃什么 早上 煎饼果子 鸡蛋灌饼 那胡辣汤 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吧 大差不差的 刚刚说那些东西啊 除了花辣汤之外 都有 都有 而且呢 地马可大 地马可大 那些东西不都是一个摊吗 理论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今天这个呀 人家还真的是一个店 还能坐那吃呢 吃了啥呀 玉米 玉米 这点灌饼 那个 这黑亮啥呀 炸亮煎饼 都不好吃 炸亮煎饼 不是煎 你这吃完了才出来了 人多 人多 吃出啥样啊 可以 两匹的煎饼锅子 煎饼锅子 煎饼锅子 这点灌饼 你过的 我追几点的 烤亮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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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煎十分 你能给他几分啊 我给他九分 给他九分 我啥还烧一分啊 拍队 那拍队呗 那他得多的也多吧 不是 空拼了 都很糟残了 可以快点搭架上 是吧 他一个人搭三分钱都挣 两个人嘛 小饼是吧 对啊 对啊 常常看到的 是吗 今天买啥呀 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 对 煎饼果子咋样 非常好吃 非常美味 那个料也很足 料也很足 对 果子脆不脆 有脆的 但是有三个早 对啊 一个煎饼果子 一个做煎饼 里面窗口还有一个 对 这儿是一个摊 对 然后那里边还有一窗口 对 你猜错好那个地方 应该是卖 烤冷面的地方 小饼果子咋样 那是煎饼果子咋样 煎饼果子咋样 家有那个烤肠 然后花生碎 然后里边这个 是那个脆脆的 酥酥的 对 是吧 好吃吗 好吃啊 嗯 吃得完不 然后吃完一个吃饱 吃饱 特别看那个酱 我在别家店 从来没有吃到这个味道 它酱 它酱 酱不就是一番不就是 不一样的 它也是自己要制作的 它也是自己熬了酱 对 是吧 对 特别好吃 我家里的可原 我上班走这儿 我得要吃这个 就是卤果的时候就来买 一定可以吃 是吧 煎饼果子呀 司空见惯的东西 热气腾腾中间呀 夹在了烟火味道 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但是吧 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酱 人家这煎饼果子的面糊 似乎也有门道 咱们这个煎饼是发面的 所以口感和市面上的大多不太一样 煎饼发面吗 对 是啥呢 它更容易消化 口感上更软一点 别人的煎饼可能就是直接是面糊 咱的面糊是发面的面糊 只能用半天的时间 如果超过半天 这个面就不能用 因为它是发的 所以它就发酵了就酸了 面糊是发面的 时间长了容易酸 所以啊 人家都是半天一换 但是呢 就是因为是发面 这煎出来的煎饼啊 才有了软糯的口感 相比较筋道和韧劲 这家的煎饼果子 只体现的是软和 所以呢 这样吃起来 肠胃也没有了负担 除了煎饼的独特 这鸡蛋灌饼也是主打的招牌 您吃过他们家鸡蛋灌饼吗 吃过 咋样 特别好 特别好 酥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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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焦焦酥酥酥的 它首先用筷子 倒一个洞 然后里面倒鸡蛋叶 就灌进去的 然后呢 煎的也挺焦的 也挺好吃 里面有青菜也掉很多 最多 最多有的时候 我让我爷爷来这买 两个 这是我妈和我姐姐 妈妈和姐姐 妈妈和姐姐 哦 为什么你出来 是这时候浓到你的吗 不是 因为他们不想去 因为他 那你咋会起这么早呢 满分十分的话 你能给他打几分 那学校也贵了 因为我会够到 妈妈跟姐姐这边 相比较酥脆的外皮 但是略微带点油腻的感觉 这家的只有一层外壳 是焦酥的 但是里面依然是软和的 所以啊 这面还是有点意思的 然后没用烫面的那种 烫面做出来之后 它会吃着软香 然后咱们这个就是 让它吃着有酥脆的感觉的话 必须得用冷水和面 哦 水温上比较有讲究 对 然后不需要用那个开水和面 面团是冷水和出来的 但是里面加煤加油 老板没说 可是呢 瞅着这种经过高温 就能膨胀起来的感觉 似乎这面也有些门刀了 毕竟是机密嘛 膨胀起来的表皮啊 被翻面后 煎制成两面金黄 所以呢 这才有了外皮胶酥 但是里面软嫩的口感 而且不油腻 这个好评 烤冷面可好吃 咋好吃啊 烤冷面就是 里边还有那个 羊虫 它那个面比较筋道 尤其是牛喜欢吃那些 番茄味 番茄味酸酸酸酸酸 对 我觉得你不比牛吃了烧吧 这家店啊 算是把早上街边的小吃 给集合在一起了 烤冷面呢 估计是小朋友的最爱了 番茄酸的甜 鸡蛋的香 面皮的筋道 混合在一起 如果您觉得腻的话 还有这洋葱 能帮你个忙 把腻啊给去掉咯 他们家这个鸡蛋灌饼 这个饼啊 本身它真的 就是一不一硬 它本身就是酸的 对 而且呢 它是还是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软 而且这个酱味 那个甜度 我觉得刚刚好 而且也不油不腻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它不是软 对 它跟这个饼是一样的 就是软 就很软 就是正常那种煎饼果的很多 它是那种稍微韧就是很足 就是你一口眼去之后 然后它有很强的那个 拉伸的那个感觉 它是这样的果然叫筋道 对 但是它虽然很软 但是它不破 它是不破 它是可以的 对 而且口感很丰富嘛 你想想它有那个花生碎 那个酥的感觉 然后还有那个榨菜 那个碎碎的感觉 我觉得吃起来 味道没负担 鸡蛋灌饼 外酥里软 香而不腻 这个是真的好评 看着焦酥呢 以为它很油 但是放心 真的没有 八分吧 煎饼果子应该是完全没负担的 因为面皮是软和的那种 没有筋道和韧劲 但是完整度依然很好 所以这面糊呢 是下了功夫的 人家的酱料呢 味道确实不错 咸甜度刚刚好 八分 店面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 唯一的缺点就是 早晚忙的时候需要排个队 三合一的 这么多类型 合在一块的店 确实是不多见的 这种东西 它可能会有一样做的不好 但是 结果发现这三还都行 都可以 早餐 这算是早餐三件客 它的饼皮 不管是烤冷面 还是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 和煎饼果子 它都属于软的那种 对 然后味道呢 也确实是吃起来很舒服 而且量给的也不错 价位的话 算是很正常的一个价位了 不算便宜 但是也并不贵 不算便宜 但是也并不贵 也并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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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的 导演 咱们今天吃点啥呀 今天带你吃个肉 一个肉啊 两种吃法 两种吃法 一只只一量 就粮吃热吃它都行 对 那行 其实说呀它牙还是个老店 二十三十年了 老店 二十三十年了 那咱们带美食大责评 唱唱 种不种 走 种我的人气还可以啊 都是吃面的是吧 哇小老 你怎么讲小肥啊 瘦了呀 瘦了呀 我瘦了吗 最近找二十秋天了 没贴上秋标 是不是整人都瘦啊 整人都瘦 来来来 那也不一定啊 咋样吃的 吃小肥 吃小肥 不是小肥 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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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大肥 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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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您坐 吃香肥 咋样是这个 糖果 他这个算是 咱们说哪种味道 这都老是什么 瘦了吗 瘦面吃得紧倒 手工拉了面 就是那个拉扯感的东西 对对对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会面的话 就是来这先喝汤 对 再吃面 精髓都在汤上嘛 会面的精髓都在汤上 最贵的也就是这碗汤了 对对对 这家店主要卖的是会面 店面不大 人气还行 7.8分 环境一般 7.5分 那么导演说的肉又是什么呢 在扭连 扭连 扭连 对 这个比较紧倒 我吃的话比较韵厚 不是那种特别硬 就这个脚口上来说了 对对 它不磨牙 对对对 你尝尝尝 那尝一口了 怎么样 还可以 可以的 全体吃 可以 全体吃是吧 不是可以的事 味道不错 就咱们说那种凉拌的牛肉的感觉 对对 温了 凉拌牛头肉 36块钱一份 以肉筋味美价格实惠 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凉着吃的找到了 那么热吃的呢 羊肉 热羊肉 热条羊肉 这经典的吃会面的配菜 主菜是吧 对 然后直接给这羊肉 吃了盒油 放了一颗 蒸了一匙 吃再去 咱俩行啊 它这种热条的味儿咋样啊 第一步是它是咸肉 它的口感来说的话 就是嫩嫩的那种感觉 对 每天都是新鲜的 凉拌牛头肉和热条羊肉 这两道菜是店家的招牌菜 几乎是拙拙必点 接下来这两位食客 可是我们香香美食的忠实粉丝 咱俩还有谁 姜娘 猫祖 咱妹 发嘴 孟涵 全了 对吧 是全了 不报菜名咱报人名了 但是报人名给不了优惠 也就是你们快想起了 没事 没点 它家哪个菜好吃 凉拌牛肉 它这个牛肉的感觉 费牙口吧 不费牙口 软润滑那种 就是它脸上的肉 它可能胶原蛋白还有 对 对 我们经常来还吃到这 热面做得比较好 吃完了我们马上就走了 就碰见你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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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还是有缘分的 有缘分 下回我们在那个 砂锅的时候 香香还跟我照顾相 没香香我们还在 我们经常跟踪你们这 香香美食 跟着我们去吃 跟着你们吃 这家店值得推荐吧 可以可以 好了热面 海带呀 豆腐丝 这种粉条吧 还是老是那种 价格贵不贵 不会 人均35块钱 人均35块钱 您说这包盘 这盘肉不包盘 包盘 可以 可以 打个分吧 十分能给几分 9.5分吧 可以 不好意思 还整整头吧 打完分了再讲 这是不是拍着我了呀 拍着我了 拍着我没有 你看 咱整头话说 一看我俊不俊 没有 老太多了 既然门头上打着 三十年老店 那么卖的会面 是不是我们说的 郑州老式会面呢 咱家给这干了多少年了 我们在郑州干了三十多年了 在郑州干了三十多年了 89年的时候 我们刚来郑州的时候 到四个那个 东三马路那个 有一个老振兴商城 那个售面 才一块多一碗 一块五一碗 就那时候 一块多一碗会面 就做的是老师会面 对老师会面 就这样的会面 然后后来就搬到这边了 咱家这个里面 都放了什么菜呀 海带 分条 豆腐条 豆腐条 我看咱家肉片切了 都是比较厚的 那一碗会面里面 那汤肥肉烂嘛 肉还得烂 肉得烂 汤还得肥 要想做出一碗好的会面 汤是很重要的 据老板讲 这一锅高汤 是用几十斤的羊骨头 小火煮上六个小时以上熬制而成 会面呸也是纯手工制作 那么味道究竟咋样呢 今天还真是 一冷一热 一碗面是吧 会面 肉片的确算比较厚 我觉得比咱们吃的 这热条羊肉肉片 切得更厚 口感上来说的话 肯定是越厚越好 这碗面从上来之后 我们还展示 到吃凉菜热菜 我觉得面绝对没啥毛病啊 这面 就是咱们说的 泡不浓 光泽感也比较强 它有我们说那种 锯齿的形状 就是这种手工拉的痕迹 就面的那种拉扯感 就这样的话 它的面吃起来的话 更筋道一些啊 味比较正 偏向于我们吃的那种 调过了羊汤 它没有过多我们吃的那种 羊汤会面里面有带那种 油比较大 或者说比较山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调过味之后的话 面香味和那个调过之后 那种咸香的感觉 更有更有层次感 面筋道爽滑 汤浓味美香醇 肉质软嫩 特别是加了老板的蜜汁调料 喝上一口 那真叫一个香 一碗四两面 15块钱 性价比是中 7.7分 这是凉的 就是它家来说的话 是咱们说的这个牛鸟肉啊 我觉得咱们平常吃的那 凉勺的那牛肉比较相似啊 我觉得鸟肉来说 它里面是有那种 筋筋的感觉啊 你比如这一片来说 它里面是有筋 整体的口感 它比我们单纯吃牛肉的口感 就要好点 而且价格 比我们平常吃那种 凉条的牛肉 价格要低一些 而且凉菜味道调度还不错 就属于咱们说呢 带点那种麻麻辣辣的口 红油往上一浇 整体来说 我觉得香味是提升一些的 不会让我们觉得 这牛肉吃起来的感觉啊 就是有点那种干柴 我觉得挺顺的 尤其透着这红油来说的话 色泽上也比较好看 牛头肉爽口入味 不干不柴 筋道有嚼透 香辣嫩滑 一份三十六块钱 还是挺实惠的 七点八分 它家这条羊肉来看 这要切的是偏薄一点的 而且我觉得 看能滴着汁水 就代表它的肉 在热调的过程中 充分吸收了本身这个佐料 给它这个汤汁的感觉 肉质本身来说的 还没有我们过多那种青山味 口感上来说的 我觉得羊肉是比较嫩的 葱花 再加上我们热汤过一下热气 再加上我们说那种香菜 这几样混合在一块有香味 它是一咸香口的 肉质软烂 不山不柴 放上葱花香菜 吃起来鲜香可口 油而不腻 九十块钱一斤 性价比是中七点七分 门高超商商两季大时候 我觉得吃完之后 他家肉吃的确比较香的 而且牛鸟肉给我的精细感 比较强一点 而且性价比来说 比较实惠 热调羊肉 加上我们说这羊肉烩面 就是咱们说那种老式烩面 也是调的那个味还不错 性价比来说的话 如果单纯吃烩面 点个凉菜的话 我觉得二十块钱都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咱们要点肉的话 我觉得人均四十块钱到五十块钱 能够吃过瘾 整点这家店 我觉得能给到一个钱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大厨来了 我是孟韩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 郁文德餐饮的厨师长赵师傅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赵阳 来自郁文德川乡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 我点特色菜 赵白菜 也是您自己的拿手菜吗 对 在江鸭血肥肠 鸭血肥肠 这个菜听起来感觉很下分啊 是不是 对 至少没人三碗米饭 我三碗米饭 今天这道菜那可是干饭的实干家 这色泽 看一眼都下分 男生三碗米饭相当秋松 至于梦韩嘛 一会儿咱可以测测 这道菜虽说是赵师傅店里的招牌菜 但是做起来并不难 简单三步 妙便拿手硬菜 首先所有的原料焯水 焯水的原则是鲜蔬菜和肉类 蔬菜焯水放点油 不会变色 鸭血肥肠焯水 加点料酒 去腥还能去掉油脂 接下来就是调味的关键了 做法就是开始焯料 我跟你说一般大厨炒料 肯定是有几把刷子的 你这料炒得好不好 就决定了今天的这道菜下不下饭 是吧 对 好炒吗 难不难 不难 今天咱用的是个自家 就是刚长出来那部分的那 经活总益 就是跟咱家里边演的现代一样 它是酸的还是甜的呀 它是 我尝一个 我尝 这还能尝 这可是姜呀导演 辣辣 你让我生吃 辣辣辣 不辣 不辣 好狠的心呀 你让我吃姜 可没吃 真的吗 我就问您师傅这能当咸菜吃吗 我捏一个 我手是干净 真的 我俩以为这是笋的 这是 好酸啊 文章 酸 咸 但是它的辣味 的确是没有咱们平时吃的 那个炒菜的姜那么辣 去腥 因为咱味有牙齿还有大肠毛 好 现在开始焯吧 好吧 其实我问题还挺多的 老姜也能去腥 为什么不用老姜呢 首先这老姜辣 吃起来不爽啊 紫姜呢就是姜的嫩牙 口感自然很嫩 也没有那么辣 南方用的比较多 可生食可作为调味品来用 经过发酵的紫姜 再经过爆炒 再发出一股独特的味道 超香的 然后再加打烫 便宜啊 这是刚刚摻过水的大肠 对 好香肠的 它这个香味有香 嗯 生的那不好吃啊 但是感觉这根大肠炒完之后 好像这大肠也变得没有那么油腻的 是吧 对 那边边又香 嗯 就感觉现在放点料都已经开始下米饭了 就是现在那个藏气味道出来了 不喜欢吃的人觉得这是大肠臭 喜欢的人觉得这是大肠香 对 是吧 对 你觉得香还是臭 我觉得是香的 就香臭香臭的味儿 就是这个味儿才下饭 这个过程保持小火不停的煸炒 直到大肠油脂煸炒干净 外皮微微泛黄 这个时候直接下入超过水的鸭血 然后呢 这是啥 这是啥 这边漂了一个糖汁 汤汁 对 那我自己在家里 我怎么搞到这个汤汁啊 这个料汁就是这道菜味道的关键 其实也很简单 假如你有一块火锅底料 再加一点豆瓣酱 再加一点生抽蚝油 加点酱蒜一起炒香 最后加水骨度一会儿 这红红的汤汁就有了 但是作为饭店出品 赵师傅说 他们做这个料汁用料更多 现在店里这个耗里的这个料 就是有大料 辣椒散钟 用的牛油 辣妹子 要在家里面可以用豆瓣酱 辣椒 花椒 拔卷 简单的其中大料 也超香的都可以了 店里面用的用力 大料就一定要多 还有食材 煮个两到三分钟都可以了 煮猪头 其实就跟吃货味是一样的 等于这个鸭血提前已经汆水了 它本来就是熟的 咱们煮个两个分钟 让它有个味儿 对 猪头的 哦 可能呢 菜还是越烫越好吃 嗯 有了料 还是要再简单调个味儿 少许盐 白糖 以及一大勺的麻椒 哎呦 这个味儿 很浓郁啊 现在 感觉这一勺汁浇到米饭上 这个米饭今天就要见底了 可以出锅了是吧 对 好 这个颜色好勾人呐 这不是成了吗师傅 还干嘛 就是鸡鸭肉的 哦 鸡油还有一步啊 对 等一下 一下的香味儿 最后有葱油 辣椒油 花椒 麻椒 蒜蓉一起 小火慢炒 不能抬大火抬大火 不了 哎呦好香啊 这个蒜跟油 蝉枯隔壁家小孩儿 等油很热 各里要炒出了香味儿 倒在鸭血肥肠上面就好了 好 现在做好了 你可以尝尝尝尝尝味道的大眼 好期待呀 准备好了 等等 嗯 像米饭 导演 你这 两个人准备三碗米饭呀 不 三碗全是米饭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咱们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你别说今天这个荤素搭配 我觉得是我的菜 你看这个肥肠 煎子里边的油脂 全部都出来了 再蘸点这个汤汁 空口来一个 很浓郁的香味 痰痰痰痰的口感 越嚼越香 我今天再加点菜 放到这个米饭上 这颜色太诱人了吧 嗯 这口感现在太享受了 那好好吃啊 鸭血 弹嫩弹嫩的 肥肠呢 是很劲道的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豆皮 口感上就很有层次 再说一下这个味道 真的是绝了 我觉得比那个毛血旺还要好吃 再加上这种红油的点缀 还有里边放的这个花椒粉 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 就是它那个麻麻的味道 就特别勾你的味蕾 太下饭了 赶紧在家里试一试吧 米饭人备好啊 提前先蒸上一锅 我不说了 我赶紧再吃几口 对 也就是肥肥肥肥肥肥肥腥肥 可以好几口 可以吃也不容易 就是这个过程 中国美国的卫生 这边就是平均的 这种东西 你好 拿着 我把这个 因为桂黄 它是不错 它是不错 很酷